现在AI非常的发达 只要给出关键字 你也可以是作曲家 我想要一首失恋女孩的歌 花费了多久时间 短短一分半 全新歌曲出炉 短时间又高效率的方法 除了能运用在城市建筑或者商品设计外 音乐艺术也适用 台中东海大学跟上回答创办人 黄仁勋带来的AI顺风 买来了60台专业的电脑 打造专属AI教室 要培育能够运用人工智慧的人才 大学与辉达携手合作 希望透过AI系统教学 提升学生产出作品的效率 多样性发展更多的可能 老师也示范了AI制图 以教堂外观做发想设计灯具 给AI系统图片以及多组的关键字 就能够生成不同商品的外观 就连材质都能够指定 不过他强调不是全用AI来制造 而是透过AI初步生成 有了多项选择给出了方向 完成作品的速度就能够加快 校方表示除了常见的工业设计 建筑系所连音乐系都能运用AI 让创意更全面多样 也期望接下来有更多的专业 能够跨领域运用AI来学习 TVBS新闻苏台2001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